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吴玉仁今天在劳工后援会检证下, 发表制定生活工资, 被漂青年返家, 大早三安工作环境, 成立劳工局等六大劳工政见。 与会的中正大学教授许继峰, 检见中也特别被书保证, 并认为嘉义的问题在经济, 经济, 还是经济, 经济好, 劳工才有会幸福, 而吴玉仁就是贫经济的好人才。 吴玉仁的劳工政见包括成立劳工局, 首长由劳工背景专长者出任, 他表示, 嘉义县就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二分之一, 却无独立的劳工专责单位, 长久忽视创造就业与劳动权益的提升, 难以吸引人口移入, 导致嘉义县老化程度日益严重。 吴玉仁另提安心谋职, 安心转业, 安心充电, 没有劳资纠纷的三安劳动环境, 他表示, 嘉义县起金仍无劳工权益基金。 透过公开募资, 预算支持与劳工捐款, 设置公平平劳动基金, 不只是帮劳工打官司, 还能让劳工安心充电, 安心寻职与安心转业。 帮劳工安度谋职, 转业与劳资纠纷困境, 为了打击低薪, 吴玉仁主张制定嘉义县生活工资, 配合施行企业除可优先成了县服委外业务, 并可作为模范事业享有减免地方税。 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吴玉仁成立劳工后援会。 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分享。 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吴玉仁, 左四, 发表劳工证件。 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分享。 分享。